大家好 咱们这次呢来学习一下这个UFD当中什么Report这一块 之前咱们在这个脚本设计当中 大家已经看到 陆陆续续写了好多回这个什么Report这个方法 那么今天呢 我们呢专门花你们这个一节课的时间 来学习一下这个UFD当中报告的准备一个功能 那报告输出的一个功能 那么呢 我们这里面呢 还是以这个实际的案例给大家去讲解 我们还是把UFD打开 那咱们还是创建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的话用一个新的吧 名字就随便了 好我们来录制一个 登录的 登录的 Mocary Mocary 好大家看登录失败 重新收录一下 好登录成功 关闭 停止录制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已经怎么样设置了一些对象了 是吧 通过这么录错了的一个过程 我们来设置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把这个地方就调整掉 set 这个set就行了 然后呢 Mocary是吧 好 这个我们把它取 下面这几个我们就删掉了 因为是多余的相当于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做一件事情了 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假设我这个地方输入的密码叫这个 那登录肯定出错 那么我现在就是验证它 弹出的对话框 是不是跟我说想要的这个 弹出对话框什么的内容 是不是跟我说想要的是一样的 或者是我的预期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还要把这个对象 还要补获一个 什么呢 就是这个弹出对话框当中的这个东西 文本内容 你得把它刷下来 是吧 咱们在这个脚本里面没有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 对象库 添加对象的方法 把它加进来 点一下它 OK 那这个呢 其实我们可以改个名字 叫做什么 叫做login message 可以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写这样的脚本了 大家看啊 当我们输入以后我们输入密码 接下来 再点了OK以后 接下来什么 开始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说 这个弹出对话框存在的话 如果它存在 接下来 如果它存在 接下来我们要获取什么呀 它的什么呀 其次信息是不是 那应该是什么actual 什么呀 message 等于什么 这个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学过的 对不对 点 stand一个对象 点 get什么 ro 是不是 然后哪个属性 应该是text的属性 也就是我要把那个提示信息抓出来 那么实际结果是什么呢 那这里面有没有 呃期望结果 期望结果这边还没有 让我们自己给始终写一下 比方说 这个 这是我们自己 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啊 也就是你这是你自己写的 那么你的这个期望结果实际上是根据需求来的 对吧 那这个咱们就多说了啊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开始判断 ifactual message 但与我们的什么 ex 这样吧 我们都定义成message 把它定义成value了啊 如果他们俩相等则报告一个事件 大家看下 report是个对象 报告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如果他们相同报告一个事件 那么就是pass的 都点了逗号以后大家看到 下一步是报告的了 report step name 其实就是测试报告的什么名称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写什么呀 登录功能测试 登录功能测试 然后后面跟什么 更详细的报告内容 对不对 这个提示信息与什么呀 这个期望结果一致 测试通过 不 那么否则呢 二是什么 二是报告一个什么事件 也是报告一个事件 但这个事件就是失败的事件 那么step name 它是一样的 这个不会变化 也在登录功能测试 好 接下来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了 好 提示信息与 期望 结果 不 一致 期望结果是 好 需要用连接符 把我们的什么 期望结果 写在这 然后的话呢 连上我们的那个 实际结果是 注意了 要区分什么 中英文状态下的变化啊 好 那这个呢 是我们对预计结果实际结果 进行一个比较 那么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的前提是什么 出现了这个体制信息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 什么意思 如果说没有出现呢 那么IPLR 报告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 你可以是警告事件 对不对 比方是警告 警告什么呢 这个测试步骤 这个测试步骤是不会变化的啊 这个测试步骤是不会变化的啊 什么事件呢 未能出现提示信息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一个写的一个什么 这个警告 那么我们执行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那呃 这里面还需要注意 如果出现了这个提示信息的话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来着 在这个地方 最终你得把那个什么 确定案内的确定了 是不是 点 点 什么呀 应该有一个 button 点是吧 click 确定 我们来执行一下看 那这一步呢 就不一定有了 这一步就不一定有了 好我们执行一下 我把这一步注释掉了 你不注释的话 他还会往这跑 那就可能会出现问题啊 好我们运行一下看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测试结果 这查看上面应该是啊 看一下运行结果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运行结果里面 是不是包含了比较多的内容 而我们自定义的这个地方 也在这显示出来了 那就可以看一下 说登录功能测试 登录测试 登录测试 然后的话 这个 登录功能 然后提示信息 有期望结果归 期望的是这样 实际的是这样子 这几个失败 那么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他还加的不少的内容 假如说这些我不想要呢 哎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这个结果报告report 过滤的方法 过滤的方法 来做一个设置 那么过滤的方法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有几个属性呢 一般情况下来讲 一般情况下来讲 有四种 那么我们可以在代码上 先进行设置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么写 定一个旧的过滤器 定一个旧的过滤器 那我们看一下旧的过滤器 等于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report 先获得一下旧的过滤器的信息 那比方说我们打印出来 message box 我们看一下效果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新的过滤条件做个设置 他等他一共有四种 一共有四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告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选中这个对象 按F1 我们来看一下 这等一下有点慢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共有四种啊 大家看第一种是什么 是零 如果你可以写零 也可以写对面后面的这个啊 说是启用所有的 那这样他就会把所有的测试结果 都会显示在我们的结果里面 当然他是一个默认词啊 那就是像我们刚才这个结果到报告当中看到的 所有的信息都会什么 挪泪出来的 那么第二种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第二种是什么 仅仅显示错误或警告的 第三种是仅仅显示错误的 第四种是什么 不启用 那么我们来使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你不要用这种啊 你不要用disable所有的 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启用错误或者是警告的 比方这种 你也可以直接写成一 对吧 写成一 那么我们这里面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写一下 设置一下他啊 就是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 改成这样子的 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脚本运行结束以后 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 我们看原来的结果 把这个就取消掉 保存一下 好再运行 运行完我们看一下 结果是什么情况 这是原来的默认的对吧 这是新的 执行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查看上次运行结果 我们看一下结果包括里面都有什么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只留下我们想要的 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了 也就是刚才那么多个截图 什么每一步都需要什么 记录下来我们就没有了 这样就会怎么保证我们测试结果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洁的 啊比较简洁的 当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自己 写一些代码啊利用一些编程的方法 自定义测试报告啊 比方说你可以 让他用这个HTML的方法输出 对吧也可以用XML的方法输出啊 其实有很多种啊 UFD的这个功能提供的还是比较强大的 那么对于我们测试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也可以用复杂的方法 甚至于我们可以把刺结果什么 写在QC里面去都是可以啊 都是可以的 发现了缺陷自动提交为缺陷 对吧 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呢在学习的时候呢 可以什么参照一些资料 自己呢可以看一看 那么我们这里面给大家讲的是 常用的一些方式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编程的方法 来控制我们测试结果的一个输出啊 你比方说这些都是我们自己 可以手中手上控制的啊 都是可以手中手上控制的 OK 那这个人是给大家讲的 我们这个UFD当中 相对来是用的比较什么啊 多的一个report的处理方式啊 大家呢自己掌握了以后 可以试一试啊 可以试一试 看一下具体的效果变化啊 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呢你去去 这样也会减少我们测试报告的什么啊 容量对吧 从而提升这种效率啊 OK 那咱们这个report呢就给大家讲到这边 咱们下一次可能我们再讲一些其他的知识点啊 谢谢各位